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六度百科节目 本期节目内容如下 周庭宣布弃保流亡加拿大 自曝曾被国安警带反中国参观 周庭 大概一辈子不会回去了 周庭宣布弃保流亡加拿大 自曝曾被国安警带反中国参观 周庭 大概一辈子不会回去了 被国安警带反中国参观的详情是什么 周庭认为自己一辈子不会回到哪里 为什么 周庭宣布弃保流亡加拿大 自曝曾被国安警带反中国参观 自由亚洲电台 再有香港政界人士宣布流亡 现正在加拿大留学 仍深系国安法罪行的前香港 重置副秘书长周庭 突然在IG发文宣布 不会在本月底返回香港报道 一集是他决定弃保流亡加拿大 他在文中道出 我不想再被迫做不想做的事 所指的 就是他自曝曾被国安警以护照作威迫 返回中国参观 及写下感谢警方信件 周庭一于香港时间周日 三日晚上十时 突然发文宣布流亡的决定 并附上一幅两地相隔大海的画作 本年9月中到加拿大留学的周庭 早在2020年底 被控在2019年6.21当日包围警总 判录于十个月 扣检刑期后于2021年获释 但他同时因涉及国安法 勾结外国势力的案件保释后查 护照亦被警方扣起 国安警 跟我秘反一次大陆 周庭在铁文透露 今年7月初 国安警向他表示 若要取回英保释而被收起的护照 到加拿大升学 则要跟我秘反一次大陆 他考虑过会否主动送中 但又认为在国安链前 没有拒绝的权利 于是8月某一天 在取得回乡证后没多久 便在5名香港国安人员的 陪同下到了深圳 在一日的行程中 包括吃喝玩乐 被安排参观改革开放展览 以及腾讯总部 了解中国及共产党发展 以及祖国的科技发展 在参观时 亦被强行要求在景点打卡 周庭表示 全程没有与任何官员党员见面 但感到一直被监视 他强认为 如果一直保持沉默 这些照片或许有天会成为他爱国的证据 周庭 大概一辈子不会回去了 回港后 他被国安要求写下感谢警方安排 使我能了解祖国的伟大发展的亲笔信件 更透露 在早前的几个月已被迫写过好几封 最后 国安警将护照交还给他 9月中离港到多伦多升学 原本国安要求他12月底大学暑假时返香港报道 但在加拿大三个月 考虑到香港的形势 自身安全 生理及心理健康 决定不回香港报道 这决定一级等同宣布弃保 流亡加拿大 他不会延 大概一辈子不会回去了 周庭解释 如果返港 即使国安部拘捕或收回护照 也有可能会提出条件或问话 要满足到这些要求才能返回加拿大 甚至日后在返港报道时 随时以调查为由 禁止出境 他强调 我不想再被迫做不想做的事情 也不想再被迫到中国大陆了 这样下去 即使我人安全 身体和心灵也会崩溃 周庭梅交代会否与家人断绝往来 他表示 并不是一开始便有弃保的打算 到加拿大后还买了回港的机票 他指 如果有人要说我处心积虑欺骗国安 那绝对是错误的陈述 周庭没有交代会否如罗贯聪的做法 与家人断绝关系 他只在文章最后吐出心声 只几年来感受到 免于恐惧的自由是多么可贵的东西 自己终于不用再为会否被捕而担忧 周庭 周庭 香港政治活动家的途径与流亡 早期生涯与政治觉醒 周庭 全名周庭 Agnes Tauting 1996年12月3日生于香港 是一位知名的香港政治活动家 和前学生领袖 周庭的政治参与始于他的中学时期 当时他加入了由黄之锋等人成立的学生组织 学民思潮 2014年 周庭因参与香港的雨伞运动而声明确起 该运动主张香港应实行真正的普选制度 在雨伞运动期间 周庭作为学民思潮的发言人积极参与抗议活动 并在媒体上频繁露面 政治参与与立法会选举 随着政治影响力的增长 周庭与黄之锋和罗冠聪共同成立了政党香港众志 并担任副秘书长 2016年 周庭有意参选香港立法会新界东选区补选 但后来因年龄问题未能成形 2018年 他再次计划参选香港立法会选举 但被选举主任以不真诚支持基本法 唯有取消资格 反送中运动与逮捕 2019年 周庭成为反对逃犯条例修订草案运动 反送中运动的核心成员之一 同年6月21日 周庭参与了包围香港警察总部的活动 并因此被控参与未经批准集结 2020年12月2日 周庭应该案被判处10个月监禁 后于2021年获得提前释放 国安法下的压力与参观中国大陆 随着香港国安法的实施 周庭面临更大的政治压力 2021年7月 周庭透露 国安警察以取回被扣押的护照为条件 要求他前往中国大陆参观 在国安人员的陪同下 他被带到深圳参观了多个地点 并被要求在景点打卡 此次参观给周庭留下了深刻的心理阴影 并在后来的决定中发挥了作用 流亡加拿大与未来展望 2023年9月 周庭利用取回的护照 前往加拿大继续学业 在加拿大逗留期间 他深思熟虑后决定不再回到香港 因为他担心自己的安全及自由 周庭在社交媒体上宣布了这一决定 并表示他可能大概一辈子不会回去了 此举意味着他选择了流亡的道路 以避免进一步的政治迫害 周庭的流亡标志着香港政治风波中 又一位年轻活动家的去向 他的故事反映了香港当前的政治气候 以及国安法对个人自由的影响 尽管面临重重困难 周庭仍然表达了对自由的渴望 他的行动和决定将继续激发 关注香港民主运动的国际社会 周庭被国安警带返中国参观的详情是什么 周庭被国安警带返中国参观的事件概述 背景 周庭 Agnes Chotin 香港政治活动家 前香港政治副秘书长 2020年12月 周庭因参与2019年6月21日的包围警察总部行动 而被判刑入狱 2021年 他在香港国家安全法案件中获得保释 但护照遭到扣押 国安法下的紧张局势 香港国家安全法于2020年6月30日晚上11时许生效 为香港带来前所未有的政治变化 该法律的实施导致多名民主派人士被捕 社会气氛紧张 周庭作为知名的民主派人物之一 身处其中 面临着严峻的政治压力和不确定的未来 护照被扣与参观条件 周庭向公众透露 2023年7月 他的护照被香港国安警察扣押 为了取回护照以继续在加拿大的学业 国安警察提出了一个条件 他必须随警方前往中国大陆进行参观 被带往中国大陆的过程 根据周庭的描述 2021年8月 他在5名香港国安人员的陪同下 被带到了中国大陆的深圳 此行程被安排在他取得回乡证后不久进行 周庭没有提供具体的日期 但根据他的陈述 可以推断这次参观发生在他取得回乡证后的短时间内 参观的内容与经历 在深圳的一天行程中 周庭被安排参观了改革开放展览以及腾讯总部 他被要求了解中国及共产党的发展历程 以及祖国的科技发展 此外 周庭还被强制要求在各个景点打卡 记录他的行踪 周庭表示 尽管没有与任何官员或党员见面 他感到自己一直处于被监视的状态 心理影响与后续要求 回到香港后 周庭被国安警察要求书写亲笔信件 内容为感谢警方安排的参观 赞扬中国的发展 周庭透露 这并非他第一次被迫写下此类信件 而是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已被迫写过多次 决定流亡的转折点 经历了这次参观后 周庭在加拿大深思熟虑 考虑到香港的政治形势 个人安全 以及心理健康 最终决定不再回香港报道 这一决定等同于宣布弃保并流亡加拿大 意味着他可能永远不会返回香港 结语 周庭的这次参观事件 揭示了香港国家安全法下 个体面临的政治压力和身心挑战 周庭的流亡决定 也为国际社会关注香港人权和自由状况 提供了新的视角 他的遭遇成为了香港当前政治环境的一个缩影 引发了对香港民主运动未来的深刻思考 周庭认为自己一辈子不会回到哪里 为什么 周庭 面对流亡与不归的抉择 引言 周庭 香港政治活动家 及前香港众志副秘书长 因其在香港的政治活动和观点 而广受关注 在面对香港国家安全法的压力 和个人安全的威胁后 他做出了重要的人生决定 不再返回香港 本文将探讨周庭做出这一决定的背景和原因 政治活动与逮捕经历 周庭因参与2014年的雨伞运动 和2019年的反送中运动 而成为香港民主派的重要人物 2020年12月 他因涉嫌违反香港国家安全法中的勾结外国 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名被捕 并于2021年获得保释 国安法下的生活限制 在国安法的影响下 周庭的政治活动受到限制 他的护照被扣押 行动自由受限 2023年7月 周庭被要求在香港国安警的陪同下 前往中国大陆参观 这一经历加剧了他对未来的担忧 流亡加拿大的决定 在完成被安排的参观后 周庭于2023年9月利用取回的护照 前往加拿大继续学业 在加拿大的时间里 周庭深刻反思了香港的政治形势和个人处境 最终决定不回香港报道 选择流亡加拿大 不归的理由 周庭认为自己大概一辈子不会回去了 主要基于以下几点原因 个人安全的担忧 周庭对于自己在香港的安全感到担忧 国安法的实施使得他担心回到香港后 可能会面临进一步的逮捕或其他形式的政治迫害 心理健康的考量 被迫参与的中国大陆参观 给周庭带来了心理上的压力 他不愿意再次经历类似的心理创伤 自由与尊严的追求 周庭渴望保持个人的自由和尊严 不愿意在政治压力下做出违背自己意愿的行为 政治形势的变化 香港政治环境的变化 使得周庭对香港的未来持悲观态度 他认为回归可能无法继续 从事他所热爱的政治活动 结语 周庭的决定反映了在国家安全法框架下 香港政治活动家所面临的艰难处境 他的选择不仅是对个人未来的规划 也是对香港当前政治状况的无声抗议 周庭的故事将继续激发国际社会 对香港民主与自由的关注和讨论 谢谢您收看六度百科 这是由一群科学家 经济学家 专业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 合作制作的百科类节目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百科团队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百科内容涉及诸多知识领域 我们努力使其内容真实 专业 不存在预设立场 如果受众发现内容有误 赞同或反对六度百科内容 请在我们的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高见 欢迎大家到六度世界 六度world 阅读我们的更多内容 参与六度聊天区的讨论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的节目点赞 谢谢 谢谢